哈囉大家好 我是比小比比 你們覺得我現在臉蛋紅潤 氣色非常好 我跟你說我現在有抗體喔 先正去打疫苗 有受盡折磨 折磨的部分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今天為什麼要拍這支影片 是因為太多人問我感受 因為我打疫苗的時候 我有在H上面做分享文 再來這幾天 不管社群、BTT、新聞上面 全部都是疫苗、疫苗、疫苗 因為現在是正夯的話題 最近終於排到我們 還有很多人也沒有接種疫苗 所以看有沒有接種的人可以看一下這支影片 也許可以預防或是減少一些疼痛感 好啦 那直接進入我的主題囉 再來看之前記得朋友按讚和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分享啦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過程 蠻多人問我 說你是打哪一季 在打之前有做什麼樣的功課或什麼的 其實我排很久 我在8月中的左右 我就已經登記醫院了 但是一直都還排不到 因為我年輕人 所以到了9月初的時候 就是第七類18歲以上的人 是可以去做登記醫院 所以我在9月3號那天就預約成功 然後在確定打的那幾天 其實才短短不到四天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做任何的準備 有啦 我媽媽一直逼我喝 普通維他命C 多吃奇異果等等之類的 雖然我也沒有照做 但我就是想說 啊就打疫苗吧 沒有這麼嚴重吧 那時候心態是這樣啦 因為很多人在網路上都說什麼 打疫苗像是被卡車撞等等 就是很多很可怕的東西 但我自己覺得可能鐵齒 或是白目吧 就是反正又不知道我身上 好像覺得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我就是抱死了這樣 就到了我要去打的那一天 然後我那天預約10點多 然後我到11點半才打到疫苗 還蠻快的耶 護士說他叫我吐氣 嗯 就已經沒了 所以其實對話的時候還行耶 我就對著我媽說 不用齁 完全沒有任何不舒服或什麼 因為我弟9月2號又打了 他非常的不舒服 他還發高燒 所以我那時候就笑他說 欸好廢喔 沒多久 真的完蛋了 很多人說 Elly要12個小時後才會有發生症狀 但我不是 我笑完他之後 我6個小時馬上就出現狀況 我是先微燒 大概37度 再來就是出現症痛 會覺得頭痛 但那個不舒服不會讓你覺得 哇好可怕什麼的 好像曾經生病過的那種感受 所以你沒有到這麼的不舒服 然後我就在那邊追劇 然後就說躺著要多喝水 像個小公主似的 我媽媽在吃肉 我喝水 我切完水果 然後維他命C 尤其是想說 其實打電話還蠻爽的 就是吃完我媽 欸媽媽不舒服 很廢喔 我跟妳說爽完之後 不爽的來了 6點多 我弟弟就說去洗澡 你等一下手就會舉不起來 所以我說不會 我弟弟就去 好好 到了8點多 哇我跟你說 真的是像地獄般的生活來了 你全身好像 你在中間在跟豬 你被這樣子壓 一直壓 想像你一直被這樣壓 你身體好像一直扁扁的 到了9點 我跟我媽說媽我髮髒 有38度多 我媽就超級緊張 直接說趕快吃藥 因為醫生有開藥給我 先吃一包藥 到38.5度之後 才要再吃第二顆藥 我到了11點 真是不誇張 真的是 髒話真的想吃了 完全走不動 你就想像你是一條抹布 你浸泡在熱水裡面 沒多久就被浸泡到冷水 冷水完之後就被浸泡到熱水 一直反復反復來回 四肢就開始發熱 但是我的身體是一直在發熱 我媽就說缺冷氣 開冷氣要穿襪子 穿長袖 包了兩層棉被 包起來就這樣 該吃的是該做 該包的包的 完全沒有 12點 39點1度 真的是不舒服到一個 頭炸掉的感覺 吃了止痛藥 冷痛藥 退燒藥也好 就是不舒服 想哭哭不出來 然後就躺在床上 像一個廢人一樣 我在12點到3點這期間 一直39度多 一直在煎熬 好不容易睡著囉 3點多的時候 聽到我的床頭有聲音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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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被某些要壓床過的經驗 所以我就很害怕 這時候被我遇到 真的是不適應 我就想說123把你被打下 1 2 3 哈哈 我剛剛為什麼對是 我整個跳起來 我姐姐跳起來 你知道她孕婦 三斤被到我房間 總共沒有聲音 真的是被她嚇死 她就說她是要幫我量體溫 看我有沒有好一點 我姐姐說她睡得好嗎 我說姐姐你覺得咧 我好不容易睡著 你問我睡得好嗎 像是你吃完人要 然後你被架起來說 欸要記得吃藥 但是沒有那麼煩惱 我姐把我聊完體溫之後 因為一直半夜在高燒 我姐姐就說 再喝了兩罐酥泡 之後我又去睡 我記得我好像堅持到 4點到5點 因為還是不舒服欸 可是睡不著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因為我就把我房間全部燈都關 然後手機也不讓自己看 因為過熱 所以我那時候眼睛的眼壓非常的高 有一個酸到一個部型 看東西就覺得好像胃光 那時候呈現的是一個 你還能做錢嗎 不知道要多久 然後就睡著了 第二天 那點鐘就起來吃藥 然後兩次體溫 又是39.1度 除了發燒之外 我還有出現一個狀況 我喝東西 吃東西 味道怪怪的 因為我問了很多人 他們都沒有 我想說是不是我味覺怪怪的 我喝到水會有一個鐵味 嗯 雖然我沒有喝過鐵啦 然後吃東西就是少了一味 那個味道是後知後覺的 就像你吃辣 吃完了才覺得好像喉嚨很辣 它的味覺是慢了好幾拍 大概就是手臂 會出現硬塊 我還有會嘔吐 拉肚子 那一天就是一個瘋狂 躺在地板上 完全就是不想動 就這樣過了一天 我症狀比別人就是 別人一兩天就結束 我在第四天才結束 第四天才沒那麼的不舒服 但還是會有一點點輕微的症狀 到第五天才真正的出關 很多人的感受不一樣 我那天有po我嘛 一堆在上面留言說 欸你真的很可怕嗎 其實 這打疫苗吧沒有這麼嚴重吧 很用吼 真的還很可怕 好廢喔 但是見人見自然 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然後還有人說 你在打疫苗前做了什麼準備 媽媽準備了維他命C 包包丁 準備了很多水跟書跑 你拿疼等等的 還有就是 我發現睡覺會減少疼痛感 雖然會沒有辦法睡得那麼的露眠 但是你會覺得睡覺好像 真的在修復自己的身體 那我不知道有疼痛感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點健不健康 很多人跟我說 A力就是一個年輕人的副作用症狀 會比較很平顯 好像確實我身邊的人是這樣 因為像我年長一點的家人 去打A力 他們只有第一天不舒服 沒有像年輕人這樣這麼多的症狀 他們講說打疫苗的時候 要有打糖用的那隻手 好像大家都是固定同一手欸 他也不會讓你說你要左手右手 他就是你進去跟著大家喜歡 大家就是先這隻手 他會問你左右手 他沒問我 他問我你要打左手右手 我如果說我會說可以打腳嗎 欸不對啊 左手打右手都沒差 因為你就是不能動 你是雙手不能動 你是全身都疼在那邊不動 左手右手有差嗎 他們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男生跟女生的症狀真的有差 男生好像只有一兩天的修復期 然後好像不會到高燒 頂多三七三八是嗎 我超過三九以上 躺在床上我完全沒他動 然後我還把這個器管掉 沒有太冷 太冷 身體四肢是冷的 然後一直冒冷汗 但我第三天是睡得很好 我是完全疲憊 然後真的是碎屎 好 我覺得泡澡很有效 我自己在家裡泡澡 我真的覺得舒服很多 而且當下真的不會痛 但是泡完之後起來又不舒服 但是在水裡面真的可以減緩疼痛 那如果家裡沒有預告 還要火槍嗎 去別人家 還要火槍嗎 還要火槍嗎 會很擠啊 先不要 啊 跟你說家裡有人陪 會比較不會這麼住 因為有些人是外宿自己住 像我家裡我有姐姐妹妹 媽媽 知名 所以他們在我不舒服的時候 會陪我聊天 會跟我玩 會轉移我的注意力會照顧我 所以我完全什麼都不用做 但如果說你是自己住外面的話 真的小心一點 你要隨時跟你的身邊很好的朋友 報告一下你的狀況 突然就是 你真的沒有朋友 會有那個疑管家 隨時回報你的狀況 他們都會回覆你 然後他好像會連線吧 他們會把資訊傳到衛服部 那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像我們打完一買一定會是發燒 發燒的話我們去哪裡都不能 但我們最後有一個防疫小卡嗎 如果你們真的是想要去補給 可能買退燒藥 半夜突然高說想喝醋 好什麼的 因為發燒沒辦法進入各大門市的話 你會拿著防疫小卡 就可以通過 再不行 去call我好不好 但是沒有所謂的護士裝 或是那種俏麗短裙 然後沒有好不好 真的如果真的真的飛不得你需要我 我會幫你聯繫警察 哈哈哈哈 所以下面留你的資訊 沒有我的資訊好不好 好啦 這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紀錄我自己 而且我覺得太不可思議 是從來都沒有想到會有這個病毒 因為這個病毒 全世界的人都在 不管是工程 經濟遇到的瓶頸 大家遇到 不能出門工作等等 遇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是值得紀錄 因為我不知道我哪一天真的怎麼了 也許這28天 如果有變化還不知道 那如果說你們 不管有沒有打了有感覺 還是沒有感覺 都可以在下面分享喔 好啦 因為在這邊結束 大家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大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 多喝水 多補充水分 不對 一樣的東西 多喝水都休息啦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接種 你一定要做好防疫 口罩戴好 出門一定要隨身帶著一個消毒的東西 還有什麼 歡迎 掰掰 人生體驗38度 我覺得很爽 是因為小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裝發燒過 像我小時候都會把自己的頭 都塞在熱水裡面 就只為了隔天不想上學 要不然就是 就是塗腮紅然後塗得很麻煩 然後說 貓我發燒了 各種奇怪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心裡想說 嗯 發燒也不錯嘛 我們都要閒聊啊 就是這麼入遊啊 怎樣 剛剛配置跟我說 看見面的 不要啊 我想一下怎麼講 不要再玩線條球 你不要再 害我 講到哪會 好呀